相信大家都知道太空旅程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到底航天员在太空旅程里面是怎样生活的呢? 当中包括衣、食、住、行这四方面 航天员上太空除了要靠航天服之外 究竟他们怎样睡觉又怎样上厕所的呢? 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呢? 航天员的食物跟我们日常的食物有很大的分别 他们的食物一定要很小快 而且不能有汤汁 因为如果航天员不能够一口气放到口里吞食 食物的碎块就会在无重的状态下漂浮 有机会漂到航天员的鼻孔里面 导致呼吸系统出现问题而窒息 或者会污染太空舱内的环境 甚至损坏电子仪器 航天员的航天食品配方要非常讲究 一定要让航天员消化过后 只排出最少的废物 除此以外 由于航天员在太空长时间停留 会令骨质流失 太空食物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补充航天员骨骼的钙质 说起航天员在太空的排泄问题 是非常严密而且复杂的 航天员的专用马桶 一定要完全紧贴臀部 防止大小便在无重的状态下外泄 而且马桶后面还要设有真空抽风机 将排便立即抽走 但不说还真不知道 航天员在太空放屁 原来是一件非常严重而危险的事情 因为屁原本含有毒气 如果在太空舱狭窄的环境里放屁 而又碰巧空气过滤系统失灵 航天员就有机会中毒死亡 虽然这件事从没发生过 但绝对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了 航天员喝水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喝水是不可以好像我们平常 打开瓶盖就喝 因为有机会当他们倒水的时候 水珠会漂浮出来 他们要用专用的防漏航天饮水器 防止水泄露出来 航天员的专用食物托盘都很特别 会用魔术贴将石具固定在托盘上 不让食物任意漂浮 而且他们还设计了太空食物袋 让他们存放食物 至于睡觉 航天员会有航天员专用睡袋 而且一定要有安全袋卡住航天员 防止航天员在睡梦中飞走 至于太空种子 其实只是普通的种子 不过由于太空的环境 有很多跟地球不同之处 例如太阳风 过去的科学实验证明 太阳风足够可以改变 普通种子的基因 好像青瓜 番茄 由太空回到地球之后 太空种子种出来的果实 以番茄为例 竟然会大得好像人头这么大 现阶段科学家没办法证明 这种改变可以应用 但实验证明 太空种子种出来的果实 质量肯定比一般种子好